郭素沁发表意见 结果被各方围剿 还被警方调查 行动党领袖和律师团 全力捍卫他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强调 行动党中央坚持 郭素沁评论政策课题 是履行国会议员的义务 绝对没有违法 同时透露 首相安华会在内阁会议讨论 煤珠煤酒商店 获取清真认证的建议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建议 他还没有到做决定的阶段 所以我们有任何事情 有任何课题 最好的平台就是通过 我们每一个星期的内阁来讨论 所以我们其实内阁 还没有讨论这个事情 都还没有到做决定的地步 所以肯定这个课题 已经变成一个公开的课题 所以我肯定首相在下个星期的 内阁会议也会提出来 陆兆福今天出席 霹雳行动党第二十届党员代表大会后 强调 郭肃庆只是提出选民和非穆斯林的担忧 例如非穆斯林十四会不会受到影响 希望这项课题不会演变成激烈的论战 在警方宣布会传召郭肃庆之后 陆兆福再发表声明 强调行动党法律局会全程陪伴郭肃庆 提供法律意见 也会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 也会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